跨境电商和外贸企业作为一个分享 TikTok会是下面一个风口吗? 那回顾2020和2021年两年来 对于全球贸易造成最大冲击的就是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呢 应该说是一次重大的一个打击 很多呢经济呢是处于微缩的这样一种状态 那么TikTok在国内的竞争对手 它是以抖音和其他的国内电商作为一个竞争对手的 特别像是传统的京东淘宝和拼多多 但是抖音和他们最大的不同呢 应该说抖音呢开启了一个商业模式的革新 它的商业的模式的革新呢就是直播带货 它是把那个社交媒体和电商平台 由种草铺草到最后呢去收割 它呢形成了自己的一个产业链 也就是打造了一个自己的一种商业模式吧 因此的话呢我们不能够仅仅只是看交易总额 如果我们从目前2020年交易总额来看的话呢 阿里巴巴的总的交易额是7万亿 京东呢是2.6亿 拼多多1.7亿 然后呢快手呢是3800亿 这个抖音电商呢只是5000亿 也就是说呢领头羊最高的商品交易总额是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呢就是淘宝啊天猫店了 也就是说它是远远是出于领先的位置 所以呢从目前来看抖音和快手呢是远远赶不上传统的电商平台的 也就是以阿里京东拼多多 他们还是前三甲的位置 但是呢要是从帧数来看的话 抖音电商的帧数呢是传统的只是一个电商平台 要是他们的三倍 因为在2020年它的增长速度是540% 所以呢如果是从商业模式的拓展和拓星来说的话呢 那个抖音在国内呢是开出了一个新的一个商业的规则 那字节调动推出的一个TikTok跨境电商 它是走出国门 在国际上呢又开启了一个新的一个商业模式 因为在国外的话呢 它是以亚马逊为领头羊的传统的电商 类似于中国的京东和淘宝店 那么再此之外的话呢 它还有很多好几家主要的社交媒体 像是Facebook Instagram Pinterest 还有那个Twitter 但是这些社交媒体呢 纯纯的就是社交媒体 它呢是没有这种抖音小店呀 直播带货啊 这个电商平台后台呀 它是没有这种购物测功能的 当这个获得引流之后的话 在国际上呢往往是和独立站啊 Shopify 和他自己的亚马逊的网店啊 进行一个链接的这个交换的 所以呢 TikTok在国际上呢 它推出了自己的抖电 那就意味着说呢 它在商业模式上 在国际上呢又开出了一个新的一种路径 我只是想给大家分享 以下一些TikTok的大数据 那么您本身呢 作为外向型的企业 跨境电商 您觉得 TikTok会是下一步的一个风口吗 您觉得在进行市场 营销和运营的时候 值得来去使用TikTok 这样一个国际平台吗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大数据吧 根据研究机构Sensor Tower 2021年4月份推出的这些数据 TikTok是全球应用程序 APP下载量第一名 它在全球装机量 已经超过了26个亿 26个亿的下载的 APP的用户中呢 活跃用户是14个亿 也就是说 将近一半的用户下载了APP 并且有一半的用户 是处于活跃状态 第二呢 国际版的TikTok 它在全球覆盖面 达到154个国家 并且TikTok 还有75种语言 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不可轻视的一个数字哦 75种语言意味着什么 那几乎是全球无障碍的一种沟通了 第三个数据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版的TikTok 它的用户啊 每个月花在APP上面的时间 是超过了850分钟 因此呢 它的用户的粘性啊 比较牢靠 好像客户在哪里 商机就在哪里 用户的时间就花在哪里 下面一个呢 国际版的TikTok 它的母公司 字节跳脱公司 它市值是达到1800亿的美金 并且呢 TikTok呢 它的国际啊 它有自己的一个资金的容量 拿过来呢 去激励创作者 那么这种奖励的 创作者的这种方式啊 大家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 早在1617年的时候很流行 通过一些自媒体的创作 能够通过流量播放 能够获得收益 那么这样就带动了很多 自媒体创作者 跑到了TikTok 抖音和西瓜视频 今日头条 这样一些平台 来进行内容的创作 所以如果国际端的TikTok 它有自己的一个奖励的 这个资金的投入 那我想 那肯定会有很多的创作者 会 奔着这个利益来的 应该说呢 它的创作的质量呢 和数量啊 都会有保障的 那么就我本人来使用 国际的社交媒体Instagram 和我同时把同样的一个小视频 也发在TikTok上 我就发现TikTok 就是说 对于原创的同样 同等质量的小视频来说 那么TikTok上面的用户啊 观看量 和这个活跃程度呢 大过那个Instagram 尽管Instagram是美国老牌的公司 旗下的一个APP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用户的活跃程度啊 还不如TikTok来的点击量多 所以呢 我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 那既然TikTok 给这个用户 创作者进行补贴 那这应该是一个网红啊 红利变现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 我做了这样一个 数据的一个分析 对于跨境电商 是否要抓住TikTok 这样一个平台 是否是下一步的一个风口 自己呢 可以根据 本身的一个情况 做一个分析和判断吧 对于是否 对于是否